今天的都市现场五间版 您将看到2024南昌马拉松 今天火热开跑 三万五千名跑友 用脚步丈量英雄城的激情与欢乐 支付宝碰一下支付功能 在一二线城市全面上线 江西市场落地情况如何 NFC移动支付技术 安全性是否有保障 记者深入探访 微房被拆除后 一直无法申请连租房 系列报道直面问题就四封 赶坐善围抓落实播出后 辅州东林新区 加速保障性住房建设 及时回应群众需求 白亩稻田皆实率仅5% 是盗种质量有问题 还是另有原因 种子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村民损失 都市消费调查 今天关注农资领域消费维权 女子骑电动车闯红灯 连人带车卷入公交车底 被拖行了数米 索性安全头盔救了她一命 宠物托运致死 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发帖曝光 托运企业和负责人 言辞激烈 托运企业负责人将她告上法庭 宠物主人的言论是否构成侵权 法院又将如何判决 加油收藏 继续关注 我是非遗传承人 周末特别节目 在德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葫芦灯制作记忆传承人 李志运的指导下 记者继续体验葫芦灯制作记忆 小区入住四五个月 网络还没开通 居民生活不方便 您的繁心事 暖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五间版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中午好 北京时间十一点四十 都市现场五间版 准时和您见面 我是主播文俊 欢迎各位准点收看 今天是2024年11月10号 星期日 今天2024南昌马拉松名枪起跑 上午7点30分 随着清脆的发令枪响声 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跑友 迅速地冲出了起点 沐浴着朝霞相遇在南昌马拉松的赛道上 南昌马拉松简称英雄马 是经世界田连认证的精英标牌赛事 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A1类赛事 也是江西省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的路跑比赛 本届赛事设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 欢乐跑及家庭跑三个项目 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三万五千名 马拉松跑友报名参赛 其中马拉松项目一万两千人 半程马拉松项目一万五千人 欢乐跑家庭跑项目八千人 今年南昌马拉松的主题口号是 南昌马拉松登场接英雄 除了三万五千名跑友 还有诸多保障人员 他们换种身份登场 同样是赛道上的英雄 比如年近有近七十来位 全省各地的摩托车的摩友们 参与南昌马拉松宝藏的摩友们 带着各自的心肝宝贝 在南昌当地的八一广场集合 帅气的工作服 和高达威猛的宝贝爱车们 一张相立即吸引了市民们的拍照打卡 其中还有不少摩友是女性 池玉就是其中一位 她的爱车是去年才购持的 花了大几万 近两年的时间 池玉和爱车已经踏遍了省内的商合大川 为南昌马拉松的保障 池玉非常认真 是一种责任 还有一种荣誉 我们觉得马拉松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摩托车也和马拉松一样 是不停地去突破自己 90后的南昌小伙子黄门航 平日喜欢运动 全国马拉松更是没少跑 然而唯一没跑过的就是南昌马拉松 只有南昌马拉松没有跑过 因为现在南昌马拉松 我们都在做赛事保障 但是我在做南昌马拉松保障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在跑马拉松 其实就跟人生一样 人生本身也是常马拉松 就跟七星也是一样 据了解 这次摩托保障人员近70人 都是带车来做服务的 他们会带着医疗人员 直播人员穿梭在赛道上 我们团队曾经参加过 还广西 还铺扬湖自行车比赛 等等一些大大小小的赛事 我们也有信心 把这次南昌马拉松 保障任务圆满完成 南昌马拉松 登场坚一凶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为传承和弘扬江西悠久的渔文化 进一步畅想西海博渔品牌 推动渔旅融合的发展 11月9号上午 在九江市五宁县的西海燕码头举办 山水五宁 渔泥有约首届江西五宁如山西海 渔文化即秋季捕捞活动 我省湖泊河流众多 渔业资源丰富 全省水产品年总产量达296万吨 其中 湖泊水库大水面养殖产量达68万吨 居全国第一 这次活动能够激发广大渔业人的紧急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我省渔文化传承和弘扬 以及渔业高质量发展 提速注入新的动力 竹外方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将更多人的目光可以转向江西 关注江西的好水好鱼 活动期间 各项精彩的活动轮番上演 渔文化歌舞表演 渔月欢腾的秋步盛况 鲜美诱人的聚锅鱼汤 渔文创集市 喜庆欢乐的渔王竞拍 这些活动为游客全景式呈现 山水五宁丰富的渔业和旅游资然 带来一场独具魅力的渔业盛会 活动当天 最吸引大家的就是这里的秋季开湖第一补 当地九位移民代表 在开幕式上进行焚香祈福 进而上船开启捕捞 四十人的专业捕鱼队伍 着统一服装城编队 故声响起 移民们各个精神抖擞 整装待发 他们齐声呐喊 穿递着力量与勇气 这一句往下去收获可不少 秋季和冬天是采的最丰厚时候 尤其是在十一月十月十一月这两个天 第一步 巨网第一步 一往我们搂了十万斤 在布劳活动现场 渔民捕获了一条重达三十九点九斤的大鱼 堪称鱼王 这条长一米多的花莲 一到拍卖会现场 就引得现场的竞拍人不断加价 从最开始的一半六千八百元起拍 拍卖价一路狂奔 参与二十九万 二十九万一次 天哪 二十九万 十八号 二十九万九千八 二十九万九千八 二十九万九千八一次 二十九万九千八 两次 二十九万九千八三次成交 恭喜十八号 恭喜 今天以二十九万九千八 参与这个鱼王的投冠 我很荣幸 倒不是说这条鱼值那么多钱 主要是我们现在江西打造的 那个生态有些鱼 希望大家以后 我们养着从这个有机鱼 把这个有机鱼推广 吃到健康的食品 今天的鱼王拍卖是一场工艺拍卖 它卖所得款项将用于支持 武宁县十渡乡柳山村垂钓区 港西桥的安全为难防护工艺事业 鱼好不好 得吃了才能有答案 现场的西海第一锅 从早上的七点多中 就开始烹煮美味的西海鱼鱼 几个小时后开锅 大厨们分装出来 给现场的游客品尝鱼鲜 多群中 大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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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吃啊 都市平台局的报道 昨天上午2024年 中国进行 第二十二届军山湖螃蟹节 继蟹后五月 金秋品县美食节 在进行县五月广场 拉开了大幕 各类活动送好奖 好谢现场氛围特别浓烈 三 二 一 请启动 据了解 本次活动自11月9日 持续至11日 共设进行五月广场 一个主会场和云水间景区 军山湖和蟹广场 两个分会场 三地联动同步举行 在主会场 五月广场 和蟹捆绑速度比拼 万份大闸蟹全程派送 百万不贴 狂购不停 展览展销 人气爆棚 提广我们军山湖品牌 把军山湖好螃蟹 提广千家万户 祝开生的事就是这个事 螃蟹井 因为我们团体跟螃蟹打交道 很新鲜很大一个 真的很好 欢迎全省的人都到 接下来吃螃蟹 军山湖的螃蟹真棒 我是外地的 我也来到这里吃螃蟹 一谢维梅 一节会游 农旅融合 协调发展 晋鲜县文化广便旅游局 梳理整合全县景区 古村 田园 文波场馆 美食特产等优质文旅资源 推出了一日游和两日游 两条晋鲜县秋季精品文旅线路 同时 本次唐细节突出乡土特色 文化特色群众参与 在互娱互乐的同时 多挫并举 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我们的螃蟹产业 神仙蓬勃发展的势头 今年的产量 预计可以达到2669吨 产值在4.8亿元以上 年金增长都在4.5%以上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近日在宜春万载县的 中医院大门口的入口处 一名50多岁的女子 因为突发心脏骤停 倒地不起 这是一名驾车路过的 医院的工作人员发现之后 立即通知急诊 赶到现场来抢救 也就是在这黄金一分钟 救了一条命 公共视频显示 当天中午11点多 一名女子因为身体不适 坐在路边 中途她试图用手臂支撑身体 但最后逐渐倒地 失去意识 不到一分钟 开车经过大门的一位 医院工作人员 注意到了这一幕 她迅速平车查看 发现女子双目紧闭 口唇发臼 情况危急 便立刻通知急诊科医生 到场抢救病人 一分钟左右 接到消息的医护人员赶到现场 当天 医院对这位心脏骤停的女子 实施了紧急救治 待她病情缓解后 又立即开通绿色通道 转入内三科 继续抢救治疗 而经过医院的努力救治 患者已经转危为安 得知第一时间发现自己的人 是医院党委书记潘静光 陈古云给她送来了警棋 表示感谢 而对于尽力救出自己的医务人员 她也满怀感激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提供 驾车上路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近日在赶州赶县区 一名小伙子边骑电动车边看手机 结果低头的功夫就撞上了一名 正在斑马线上行走的老人 老人当场倒地 根据公共视频显示 在美丁打尽附近 一名缓慢行走在斑马线上的老人 被右侧一辆坏速驶来的电动车 撞倒在地 手逼抱头 痛苦呻吟 交警部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事后民警查看监控 发现事发前几秒 电动车司机一直低着头 看向左手的手机 持续了十多米距离 而发生痛撞后 小伙连人带车摔倒 手机还依然握在手里 事故造成老人手部受伤 塑性无生命危险 最终小伙王某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近日在赶州渝都县银坑镇银坑路段 也发生了惊险一幕 视频中 一辆电动车自北向南通过路口时 与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小车发生碰撞 二轮车司机撞向小车车头后 腾空而起 之后头部重重摔在地面 但索性 佩戴了安全头盔 只是受了轻伤 民警提醒 电动车在路面上骑行 时刻都要注意安全 不能分心驾驶 更要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 驾车过程中要集中注意力 不能有接打电话 发微信 刷抖音等分心驾驶行为 驾车经过路口前 一定要提前减速 仔细观察 确保安全后再通过 骑乘二轮车 请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 因为头盔能保密 本节目由新闻社工提供 如今限限消费 手机支付已经成为了日常 现在除了扫码支付 手机碰一碰也能付钱了 这种支付方式 相较已有的支付功能 到底有哪些不同 市场的反响又如何呢 接着在南昌的一些街边小店 便利店以及部分超市发现 有些店铺已经支持 碰一下支付功能 也有不少消费者 已经尝试过这种支付方式 我觉得很方便 特别方便 就有的是手上很多东西的时候 不方便就直接碰一下 也不用打开码 手机一刷就好了 很方便 以前可能要十几秒的事 现在一秒钟就做好了 据道解 目前在手机解锁的状态下 安卓系统的手机 可以直接碰一下支付 苹果手机还需要 再打开支付宝点确认 为此 记者在一家超市结账时 尝试在收快设备上 拿出解锁状态下的手机 碰一下 点击按钮 便完成了支付 想比原先的打开支付宝APP 扫一扫二维码 确认付款 一碰即付 更丝滑 但这种丝滑的安全性 还是让不少消费者 有些担心 但是也是有的时候会觉得 就是万一前面的人 就是要刷的时候 然后万一我不小心碰上去了 也会出现误扣的情况 它就是 就是只要是 只要你刷了嘛 就是钱出来 不管谁扣都行 所以就是要离前面的人远一点 我觉得 有一定安全隐患 可能我自己感觉 个人观点 比如说 人比较急的时候 比如说 就是拿手机 因为现在小偷有的很厉害 什么时候给人拿走 然后再给你放回去 那你碰一下就被支付了 那不是钱已经没了 你也不知道 我觉得还不如像以前那种支付方式 所以你觉得这种不够安全 是觉得不够 还不如人脸识别 我都觉得 人脸识别可能都更好 实际上早在今年7月 支付宝就已经正式宣布 推出碰一下支付 它运用了跟地铁 或者银行卡刷卡所用的 NFC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 相较二维码支付 NFC支付速度更快 支付宝方面表示 NFC技术经过多年发展 安全方面有保证 碰一下这款产品 整体它的产品的底层架构用的 还是我们条码支付的 这些安全的策略 加上设备以后 因为我们还多了设备的一些 设备信息相关的 所以说在原有的支付 条码的安全策略上 我们又增加了加码 来保证用户的安全 当然在使用碰一下的过程当中 用户是需要先解锁手机 然后再去碰才可以支付 所以说其实解锁手机 就是用户合身 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所以这就是保证了用户 保证不是会被别人 随便倒刷的一个过程 目前移动支付大战 正方心为爱 便捷性成了各方竞争的焦点 从刷脸支付转向碰一下 可以看出支付宝 在战略方向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但移动支付的竞争 并单纯只有技术的竞争 还牵涉到商业联盟 渠道推广等多种因素 至于最终怎么付款 还是由用户自己决定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 国际金价高位波动 您知道吗 在江西有个地方 遍地都有黄金 跟着与江西的一百次相遇 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 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 是号称在树下 就可以挖到黄金的地方 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这里真的会有黄金吗 有啊 遍地都是 在哪儿我都没有看到 在这个林子底下 这几百亩到处都是 挖到了 挖到了 快看 我挖到了黄金 你看我挖的这个黄金好不好 可以 这个黄金的话是非常好 因为它是起码一十二年以上了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有多少 这个的话就是看它的结束 基本上一年的话就涨一结 这里是我们江西同谷县的齐平镇 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种黄金 吃黄金 饭前来放一杯黄金茶 快看 它的颜色是这种褐色的 味道有一点点微甜的 挺好喝的 这一桌子都是精华 那我们开饭啦 偷偷告诉你 这里的人都很长寿呀 奶奶 你今年多大年纪啦 八十一了 八十一岁啦 爷爷 您多大岁数啦 快九十了 快九十了 您这准备干什么去呢 叫我陈师哥 踏遍天山人味了 齐平镇这边风景如好 想了解长寿的秘诀 一定要来这里 中国黄金之乡 铜骨 我是黎欢 期待和你的下一次相遇 中好 欢迎走进都市气象站 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天空阴沉 其中在辅州英潭两市 以及上饶市南部有小雨 局部地区有中雨 景的镇市和南昌宜春两市 南部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小雨 甘州市部分地区转小雨 局部地区还是会有中雨 雨天道路湿滑 能见度较差 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全省偏北风力在二到三级 今天的最高温度 甘西北在二十四到二十六度 全省其他地区二十二到二十四度 今天晚上大部地区的雨水 就会停歇下来 除了辅州市南部和甘州市北部的 部分地区仍会有小雨出现 明天甘南多云 全省其他地区请见多云 早晨局部地区有误 请注意加强防范 好的 以下是各社区市天气 南昌多云十六到二十五摄氏度 九江多云转晴十四到二十二度 辅州小雨转多云十六到二十度 景德镇多云十四到二十六度 上饶小雨转多云十五到二十一度 鹰潭小雨转多云十六到二十度 宜春多云十五到二十五度 新鱼鹰转多云十五到二十四度 平乡多云十五到二十五度 吉安小雨转多云十七到二十三度 赣州多云十七到二十五度 以下是部分现实区天气 稍后您将看到 微房被拆除后一直无法申请连租房 系列报道直面问题就四封 赶坐善围抓落实播出后 浮州东陵新区加速保障性住房建设 及时回应群众需求 白亩稻田结实率仅百分之五 是稻种质量有问题还是另有原因 种子公司是否应当赔偿村民损失 都市消费调查今天关注农资领域消费维权 大家好 我是李林玉 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镜不能看远 走路开车还不能带 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 看远看镜都不清楚 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 我平时喜欢跑步 喜欢骑自行车 还喜欢游泳 我五十岁以后就发现眼睛慌了 看远处的看不清楚 看近处的模糊 看运动手表那更是看不清楚 跑步就是属于瞎跑了 所以说家里人也老在提醒我 说你这个年龄也大了 眼睛看不清楚 不要出去跑了 然后自己在眼睛店 就买了一副老式的花镜 戴上解决了看报纸的问题 但是不能运动 运动起来戴上它就看不清 头晕 跑起来也不可能是 边拿到老式花镜边看 然后边跑 很不方便 后来看到超司力的广告以后 就到超司力店 配了一副超司力 超司力真是好 解决了我看远看近的问题 我现在戴着超司力 骑车跑步 这个运动手表上的小字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自己骑了多少公里 心率是多少 配速是多少 一目了然 有太阳的话 这个超司力又变成了太阳镜了 不用带这带那了 很是方便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超司力远近一体静 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司力 再也不用来回换 超司力 镜边胶定陪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配景专线400-100-6565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证 书筋剑腰丸 砖药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书筋剑腰丸的 砖药专制 强筋骨 痴疼痛 书筋剑腰丸 对证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400年 你是否正在遭受 腰椎尖盘突出的折磨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坐骨神经痛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蹲下起不来 腰痛得下不了床 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腰椎尖盘突出重症患者 注意了 2024为爱撑腰 帮扶腰椎尖盘突出 重症患者 你用药 我买单 江西都市频道 义丰 红兴 黄庆仁 大申林 惠仁堂大药房 携手陈礼记 书筋剑腰丸 共同帮扶 腰椎尖盘突出重症患者 免费用药帮扶 空巢老人优先 爱心热线 400-888-0602 400-888-0602 赶快行动吧 今天早晨7点半钟 2024南长马拉松 鸣枪开跑 现在已经进行了四个多小时了 选手们也陆续到达了 全马终点红骨摊的荣创帽 选手们正在冲刺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正在现场的记者 熊哲成 你好 哲成 文俊您好 电视机前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 2024南长马拉松 全马的终点 冲创帽 我们看现在比赛时间 已经进行了四小时 36分零 现在零五秒的时间 目前我们看到 号码步上来看是 C区和地区的选手 正在冲线 C区和地区 我们说4624算下来 他们的配数也能达到6 甚至7多一点 这个配数呢 应该说也是很快的 相当于 一个小时 能够跑个10公里左右的样子 所以说 当然我们不讲成绩 跑马拉松 本来就是这种 对人生态度 这种一种 对自由的效果 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所以说登场接英雄 我们看到 选手们正在陆陆续续 完善了 完善了 对 给他们打个招呼 今天上午的成绩 比赛情况如何呢 我们也请到了 2024南长马拉松 赛事总管 吴斌老师 吴老师 给我们通报一下 今天的一个成绩 怎么样 今天整个成绩 好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下面的话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南长马拉松的 这个比赛成绩 那么获得男子 全马 第一名的是 来自肯尼亚 摩西基布图 库尔加特 他的成绩是 两小时 零九分五十四秒 很遗憾 相较南昌的 相较南昌的 这个马拉松的 这个记录 差了将近是 二十秒 非常一号 南昌的皮皮 对 我们国内男子选手的 第一名的话呢 是叫 陈万江 陈万江 很有名的一个跑友了 对 这是我们观众 比较熟知的一位 跑友 他的成绩是的话 两小时 十七分 二十四秒 哦 也不错 但是好像 就是今天 整体跑下来 感觉怎么样 有点热 我们起跑的成绩的话 是 天气的话 是非常不错的 非常凉爽 早上 运动员 减露的时候呢 这个气温比较低 而且下了些小雨 给运动员的话 这个出好成绩的话 还是创造了 很好的机会的 但是随着 这个起跑以后的 八点半以后的话 气温再逐渐升高 然后九点钟 太阳出来 那么后半段的话 对我们选手的 这个体能 这个是一个 非常大的考验 非常遗憾 但是可喜的是 我们女子选手 第一名 她的成绩的话呢 是塔格尔阿梅尔马 她的完赛成绩的话 是两小时 二十六分 三十一秒 她破了咱们南昌 女子马拉松 全马的记录 我们的记录是 两小时二十八分 二十一秒 那么她破记录的话呢 破了将近是一小时 一分五十秒 将近两分钟 将近两分钟 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个赛道还是可以 赛道的话 对于运动员出好成绩 是非常有利的 刚才我那个 吴老师 刚才我在那个 后面采访的 那个观众们做 那个理疗恢复的时候 好多人都说 破PP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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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特别兴奋地 给我们表述 今天破PP大概怎么样 这样 我们的这位主持人 也是大咖 对这个东西 这个的话 一问 这个就懂 这个的话呢 其实的话是 对于我们 这个跑友来讲 PP的话 它是个人的最好成绩 那么我们今天 南昌的话呢 很多跑友破三 破三的话呢 达到850人 800多个人 对 相较于去年的话呢 这个600多人的话 那是将近增加了 近200人 这个成绩也是非常不错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 就是说我们南昌 马拉松的这个赛道 对我们选手创造PB 或者是创造好成绩 是非常有利的 好 谢谢你 吴老师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吴老师 我们现在比赛 仍然在进行当中 现在已经是 4小时39分多钟了 告诉各位跑友 咱们努力跑好成绩 跑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马拉松 不一定讲是追求成绩 更重要的是 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那就是永不放弃 勇往值钱的一种生活态度 好的 文俊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继续等待着跑友冲刺 好的 感谢哲诚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直面问题 周四峰 赶做尚未抓落实系列报道 前段时间 家住福州市东陵新区 湖南乡的一位居民 拨打我们的新闻服热线反应 当地拆除了 包括他家老房子 在内的部分微房 此后由于经济困难 他想申请连租房居住 可是几年下来 始终都申请不到 10月22号 我们对此进行了报道 节目播出之后 辅助市东陵新区方面 对此进行了回应 近日都市频道记者再次来到 辅州市东陵新区采访 记者在2021年5月制定的 辅州市东陵新区 十四五规划中看到 就建立住房保障脾系工作 规划中明确提到 要启动建设一批 连租房和公租房 既然早有规划 为什么东陵新区 还未启动保障性住房建设呢 东陵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因为东陵新区 仍处在城市建设初步阶段 且有需求的居民较少 东陵新区已经将保障性住房 纳入了十四五规划 但是由于目前城市建设 能处于初级阶段 主要还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 尚未形成建成区 学校 医院 交通路网等生活配套 测试能够在逐步完善中 我们对全区七户租赁补贴 申请家庭进行了回访 有住房需求的只有一户 也就是周晴辉 住房需求比较少 建议上述原因 暂时为启动保障性住房建设 福州市东陵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小平表示 他们将加速推进连租房等 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以满足群众的需求 另外 考虑到部分群众的县市需求 也会采取一些临时措施 黄小平认为 这件事情的发生突现出有关部门在工作中 与群众之间的沟通还存在不足 未能充分关注 并满足部分群众的切实需求 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畅动名声通道 加大社区民意线上收集 引导百姓有所服务 政府有所印的良好氛围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提高干部终止服务意识 促进新区和谐稳定发展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下面一起来关注都市消费调查 这段时间我们江西晚稻收割 是一个丰收的世界 但是南昌县金口乡北湖村的 十多位村民 却向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 大家正在为收成的事情感到发愁 村民们表示 大家种的一百多亩的稻田 近乎绝收 小半年的辛苦和投入 全都打了水漂 根据这些村民的说法 大家种的都是同一款水稻 他们认为水稻结石率低 与稻种的质量有关 为此我们的记者也展开了调查 万先生兄弟俩承报了39亩的稻田 今年6月为了低高产量 他在当地农资店的推荐下 悬购了江西鲜农种业有限公司的 花盛幽金贵栈杂交道 作为晚稻的稻种 然而到了抽碎洋花的时候 万先生发现了不对劲 终于变成就发现了那个花呀全部没有用花 就是那个谷核就变麻了 变麻了就灌浆不了 当时就已经可以确定没有产量 当时就已经确定了 我就跟他那个卖种子的人说 他说晚点了 我们都会去谷市报告 然而到了10月底 丰收的季节 稻穗依然没有灌浆 整片稻田里都是干瘪的鼻鼓 一毛不大一百千 总结的全发费荣耀 那银工大约差不多一千块钱一毛 过去就亏了八九八嘛 万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在南昌县金口厢北湖村 共有15户购买了这一品种的稻种 涉及到的稻田有126亩 产量都很低 发现情况不对后 稻种的经销商还向南昌县农迹推广中心 申请了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 田间现场鉴定 经省农科院的专家鉴定 田块水稻的结实率为5%左右 结实率低的原因是因为 水稻抽碎洋花的时候 遇到了持续高温天气 而这个品种的稻种耐高温能力较差 稻种的耐高温能力较差 是否说明了这款稻种不适合在当地播种呢 记者拨打了种子公司的客服电话 现实为空号 于是记者又找到了销售这些稻种的零售门店 不过事后门店已经关门停止营业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门店的负责人 对方表示 种子是公司引进的国省稻种 不存在质量问题 林寿商表示 村民希望种子公司赔偿他们的全部损失 但是种子公司的处理意见 是来年再免费提供一梯稻种 双方的分歧太大 始终无法达成统一 种子公司考虑到面积太大了 也拿不出来 考虑采取这个人家主的心情 给一点补偿 十多户村民辛苦了小半年 结果种的稻田结实率只有5% 面临近乎绝收的处境 经专家鉴定 结实率低一方面是受到高温天气的影响 一方面 稻种的耐高温能力较差 这是否说明稻种存在质量问题呢 那如果是 种子公司应是否会为村民们承担损失 那如果不是的话 村民又如何减轻自己的损失呢 我们调查继续 为了了解自民们选购的稻种 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记者联系上了来田间现场 进行鉴定的专家组组长 这个耐高温能力较差 这个跟种子质量 这个从法定上来讲 没有关系的 它这个品种 本身有它的缺点 缺点是有 但是不是质量问题 缺点的话 就是看高温能力较差 记者从南朝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了解到 种子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有特定的指标 而耐高温能力这项指标不在范围内 像水分 它是不高13% 打开包装就知道了 然后发芽率不低85% 如果发芽率好低的话 农户压根就不会种下去 前期就有反应 然后像那个纯度 田间表现就是高高低低 没有这种情况 现场也有 净度就是说 里面的干净度 就是包括那个有些杂 别的什么槽子之类的 这个都没有 执法人员介绍 南昌县主要是金口乡和蒋香镇两个地方 有村民使用了江西鲜农种业有限公司 这一品种的稻种 一处的紧实率是5% 一处的结实率是30%多 然而根据现行的质量标准 不能判定相关稻种存在质量问题 所以目前执法人员所能做的 就是从其他渠道为村民挽回损失 积极地沟通 看看能不能走水稻保险之类的 这方面能来减轻农民的损失 记者从相关保险公司了解到 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为所有农田 投保了政策性保险 目前相关村民还没有申报 申报了之后 公司会派遣专人到现场进行查刊 再进行理赔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 女子骑电动车闯红灯 连人带车卷入公交车底被拖行了数米 索性安全头盔救了她一命 宠物托运致死 宠物主人在社交平台发帖曝光 托运企业和负责人言辞激烈 托运企业负责人将她告上法庭 宠物主人的言论是否构成侵权 法院又将如何判决 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邪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门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轻切八味片 专药轻烘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梦奇药业 要知道 跪以专 专 更对症 输筋剑腰丸 专药 专治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 专精 成就了输筋剑腰丸的专要专治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剑腰丸 对症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济世出好药 传承四百年 您是否正在遭受 腰椎尖盘突出的折磨 腰疼 腿疼 腰气酸痛 坐骨神经痛 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蹲下起不来 腰痛得下不了床 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腰椎尖盘突出重症患者 注意了 2024 为爱撑腰 帮扶腰椎尖盘突出重症患者 你用药 我买单 江西都市频道 义丰 红星 黄庆人 大森林 惠仁堂大药房 携手陈礼记 书筋剑腰丸 共同帮扶 腰椎尖盘突出重症患者 免费用药帮扶 空潮老人优先 爱心热线 400-888-0602 400-888-0602 赶快行动吧 明忽我为 心连心 网络问证为民办实事 江西广播电视台 轻力打造干问平台 接速集办 一周内受理回复 直通厅局 多部门联动解决 跟踪问项 全媒体曝光推动 你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或关注都市现场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干问专区 在线发帖投诉 贴得近 及时应群众任 干问平台24小时 为您守护 11月正式吃大闸蟹的好食节 为了让老百姓可以吃到 保质保量的好蟹 浙江杭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近日对辖区内的市场 开展了大闸蟹检查 在拱树区一处市场 执法人员随机拿起一只螃蟹称重 这只用于抽检的大闸蟹 在商家的秤上显示重量是210克 随后被执法人员拿到菜市场里的公平秤上进行复合 重量也显示为210克 并无缺斤少两的情况出现 是否明码标价也是执法人员的关注的重点 检查中 执法人员发现一家水产店存在标价不规范的问题 未按要求标明计量单位等信息 今天要把这个螃蟹明码标价起来 这个问题已经给你提醒出来 现在责令你改正这个为明码标价的问题 包括其他产品一律明码标价 店主表示将在今天之内将标签打印贴好 随后工作人员抽查了市场内水产店的进货凭证 经营资质等 总体情况良好 执法人员提醒购买大闸蟹的时候 如果感觉存在缺金少两 应在第一时间前往市场公平秤进行称重 如果觉得商家将其他蟹种标为羊城湖大闸蟹进行售卖 或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 可以随时拨打12315举报电话举报 我们根据这个实令呢 对于一些重点上市的品种呢 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定期检查 像我们这个大杂瀉的话 一般每周进行两到三次的一个定期的检查 存在这个违法行为的话 我们会依法立案进行查处 盛许小学的时候啊 我们学过一篇课文叫 《小蝌蚪找妈妈》 近日在浙江杭州萧山区的街头呢 也上演了一幕独自溜出门的娃要找妈妈的场景 结果啊 这一次竟然出动了民警和交警叔叔 热心市民报警说 要找妈妈的就是他 一匹独自出门溜达的黑色小马鸡 11月4号一早 萧山区公安分局瓜里派出所 接到这起警情后 民警们随即赶到18的党科路 别看小马鸡年纪不大 但跑起来的速度真不慢 而且还很倔 看到有人来了还逃得挺快 于是民警又联动了执行交警赶来协助 现场四名民警和两名交警分工协作 民警引导小马鸡 交警疏导交通 最终用两辆警车和一辆热心市民的私家车 将小马鸡合围在了八科县路段上的一个安全区域 并通知了马的主人 这种警情我们以前也没有处置过 以前那种小孩的警 我们小孩至少他听话 而且他呢 这个这个不是那么倔 我们可以领着他走 但是这个马实在是 拎也拎不住他 跟他沟通也没有办法沟通 所幸还好就是交通事故没有发生 很快 养马的师傅拿着缰绳赶到了现场 可小马鸡就是不肯上套 没办法 最终还得马妈妈出场 看到妈妈来了 小马鸡终于听话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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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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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记者从马主任余先生这里了解到 小马鸡是他饲养的宠物马 才出生了一个多月 手续齐全 因为运营这一家工业园区 去年为了给员工们增添一些乐趣 就买了两匹马 小马鸡出生后也是成了团宠 就没有拴绳子 没想到这次贪玩溜了出去 这个可能出去了比较新鲜 因为他们就是马逃出去了 他后来发现了 出去因为他年纪大 他追不上 从我们公司里面自己养养完完的 就是一个这工到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上班比较辛苦到的时候 养个动物给他们 就是调节调节 近日在广西河池市京城江城 却一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名女子驾驶着电动车 不顾红绿灯 强行驶过路口 有一辆公交车发生了相撞 结果连人带车 被卷入车底 拖行了数米 事故现场 一辆公交车呈右转弯状态 停在道路上 车辆右前轮处 卡着一辆电动车 车辆后方的路面 遗留一道二十余米的刮痕 万幸女子佩戴了安全头盔 救了她一命 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监控视频显示 公交车在右转弯车道转弯时 交通信号灯为黄色 而执行车道的信号灯 为红灯状态 周某驾驶电动车 闯红灯执行通过路口 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民警对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 周某未按交通信号灯通行 承担事故主要责任 秦某驾驶公交车通过路口 为观察路面情况 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近日云南的三名初中生 相约爬山拍视频 八个多小时之后 孩子发现迷路了 只得赶紧报警求助 公安消防及当地的政府迅速 展开搜救 当晚7点21分 消防救援人员在向导的带领下 携带饮用水及食品 救援装备上山找人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跋涉 晚上八点半 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三名小男孩 好在他们都没有受伤 在简单的补给后 救援人员护送孩子下山 由于三人所爬的是一座野山 下山道路荆棘密布 到处是乱石陡坡 稍不注意就要摔跤 用了一个多小时 当晚九点半左右 这三名小男孩被安全护送下山 交给了家长 据了解 当天三人相约一起爬山拍视频 迷路被困 还好救援及时没有发生意外 消防提示 未成年人不应该在 没有监护人的陪同下进行登山 为了拍视频冒险 更是得不偿失 在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时代 消费者似乎享有了曝光自由 差评自由和维权自由 但如果把握不准发言的尺度 就可能会构成侵权 近日广西南宁市五名区法院 就审结了一起 名誉纠纷侵权案 白某通过黄某甲 经营的宠物服务店 将自己的一只宠物猫 从深圳拖运至接洋 在拖运过程中 猫咪出现了不良状况 往宠物医院抢救 之后被告知猫咪死于胃扭转 爱宠离世后 情绪悲痛的白某 在某知名社交平台上连续发布多篇图文 叙述 不负责任的宠物托运 害死我的猫 所有养猫的家长壁雷 这家宠物托运 害死我孩子的黑心托运的嘴脸 等内容 在图文评论区 白某还发言牵扯另一家公司 及其法人 并将某宠物服务店 和某运输公司的企业信息公布 将黄某甲 黄某蚁 用粗线方框框出 黄某甲 黄某蚁 以及某运输公司 多次联系白某协商删帖为果 只好将白某告到法院 要求其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道歉声明 以及消除影响 并赔偿经济损失 及精神损失 共16万元 黄某甲和黄某蚁还自述 多次收到电话骚扰 及网络暴力 导致二人经营的公司 损失大量业务 白某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带有攻击性 和侮辱性的言论 超出作为消费者 对服务提出批评 评论的范畴 客观上 对运输公司 黄某甲 黄某蚁的名誉 构成了不当侵害 最终 法院判决被告白某 在某社交平台上 公开发布 持续不少于10日的 道歉声明 并分别赔偿黄某甲 黄某蚁精神损害3000元 于审判决后 白某不符提起上诉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 应当理性采取合法途径 来进行维权 不能在网络上 肆意发布不恰当的言论 否则可能会侵害 他人的名誉权 接下来我们再来快速 浏览一组资讯快报 日前 省农业农村厅 省教育厅联合下发 关于做好2024年 全省一村 一名大学生工程 大专生学员 报名登记 和身份审核工作的通知 计划在全省招收一村 一名大学生工程 大专生学员4000人 近日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获悉 我省稳步推进 全省生态质量量地监测工作 自今年7月至11月 圆满完成了 2024年生态质量量地 野外现场监测工作 11月8日 南昌高新区 五星白鹤保护小区 藕堂内 鸟鸣声此起彼伏 成群月东候鸟 迁徙至此 自在觅食 欢快兮兮 据了解 藕堂内已有白鹤 小天鹅 红燕等候鸟 1500余 预计本月中下旬 将迎来月东候鸟南迁高峰 据云南省郑雄县 人民政府新闻办 昨晚通报 昨天凌晨 郑雄县波济镇瓜娃村 施压村民小组 吴某某烧煤炭取暖 因家中门窗紧闭 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造成四人死亡 一人受伤 9日 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 进行的2024年 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年终总决赛决赛中 中国选手郑清文 1比2 不敌美国选手高福 获得亚军 她生涯首次出战 年终总决赛就收获亚军 追评了李娜年终总决赛 最好成绩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快报的 全部内容 稍后您将看到 加油收藏继续关注 我是非遗传承人 周末特别节目 在德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葫芦灯 制作记忆传承人 李志运的指导下 记者继续体验葫芦灯 制作记忆 外婆香小炸菜脂油 加油 小炸 外婆香 好香啊 外婆香小炸菜脂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融宇 我是海霞 立东开始补费 补费正当其实 我是朱迅 立东开始补费 补费事半功倍 补费在立东 全民共行动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清肠壳 壳的全身没有力 弹多弹延 转向吐这一口气 气短气喘 喘得上气没下气 反复壳弹喘 你的肺功能在减弱 你知道吗 光纸壳化弹还不够 补贺肺功能很重要 养无极牌补费完 补费益气 止咳频喘 补费 补强肺功能 来补补费吧 补强肺功能 咳 止得住 弹咳得出 气创得顺 养无极牌补费完 补费 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协议 干啥都给 你是否正在遭受 腰椎肩盘突出的折磨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坐骨神经痛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蹲下起不来 腰痛得下不了床 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注意了 2024为爱撑腰 帮扶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 你用药 我买单 江西都市频道 义丰 红兴 黄庆仁 大森林 惠仁堂大药房 携手陈礼记 书筋剑腰丸 共同帮扶 腰椎肩盘突出 重症患者 免费用药帮扶 空巢老人优先 爱心热线 400888-0602 400888-0602 赶快行动吧 要知道 跪以砖 砖 更对症 书筋剑腰丸 砖药专治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书筋剑腰丸 配方专注 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 成就了 书筋剑腰丸的 专医药专治 强筋骨 欺疼痛 书筋剑腰丸 对症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即使出好药 传长四百年 四到十二岁 儿童家长注意了 警惕扁桃体肿大 现样体肥大 成为孩子生长 发育的拦路虎 及时防治 健康热线 八六六五个三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 胸闷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哄泻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哄泻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洗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清洗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哄泻 祝您哄泻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今天的交友收藏 我们继续来关注 我是飞移传承人 周末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跟随着 德安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葫芦灯制作记忆传承人 李志运老师 体验葫芦灯制作记忆 这第一步就是在葫芦灯上钻孔 那么接下来需要雕刻花瓣和造型了 难度会更大 我发现往下下车来 下车来变得好粗啊 这怎么回事 你先不要看那么到位 然后差一点就修 你一刀下去了 可能你一准备了就做了 做了以后你怎么让它就改 你稍微把上离开那一点点 然后不够这时候你再修一下 下去一点点 然后就发现它这个 这个怎么这么宽呢 刨偏的是吗 对就这么宽 那你让你手往里靠一点 如果尽量往里靠 如果小了你可以修大一点 但是你大了它就没办法去修小 虽然在葫芦上画好了花瓣的大致形状 但是要标刻出来 真的没那么容易 对如果那个前面那间的地方打不到 你可以稍微再磨一下 磨一点点 但是你要永远记住 这个方向不能往这边偏啊 都是朝着这个心的方向走 可以可以打得比较好 那个打得还比较两笔还比较重要 就是这样 你慢慢打了几个你就熟悉了 招对了方法 招准打磨方式 上手就容易多了 总算是把一圈花弹都打磨好了 虽然有的大小不一 但是总比上还能看得下去 就我觉得挺难看 挺丑的 但试灯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第一次上手有这样 挺算不错的 我们先试灯来看一下 挺不错的 在灯光照射下就把一些小瑕疵都给掩盖住了 对的 然后它这个纹路出来了就没有那么难看了 因为它灯光照射出来以后 它被挡掉一些那个小瑕疵啊 所以说你看咱们传统的手艺是吧 做出来的时候不觉得 但是你看咱们上灯了 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对了 它不仅仅仅有一种那个葫芦本身的一种天然的香味 然后有它特别的一种敏感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全省72小时天气情况 南昌今天多云16到25度 明天多云16到25度 后天晴转多云17到26度 九江今天多云转晴14到22度 明天晴13到23度 后天晴转多云14到23度 昔春今天多云15到25度 明天多云15到26度 后天多云16到26度 平江今天多云15到25度 明天多云16到27度 后天多云17到27度 昔雨今天阴转多云15到24度 明天多云15到25度 后天多云16到25度 辅州今天小云转多云16到20度 明天多云16到26度 后天晴16到26度 樱坛今天小云转多云16到20度 明天晴16到26度 后天晴17到26度 景德镇今天多云14到26度 明天多云13到26度 后天多云14到26度 上饶今天小云转多云15到21度 明天多云15到25度 后天晴16到26度 吉安今天小云转多云17到23度 明天多云16到26度 后天多云17到26度 赶州今天多云17到25度 明天多云18到26度 后天多云18到27度 南昌今天多云16到25度 明天多云16到25度 后天晴转多云17到26度 前两天妙手之画笔穿越大冰川 我们著名画家画冰川作品展 在四川成都的农园国际艺术村 拉开了帷幕 此次展览集中展出了来自林月 唐天元 袁思涛等多位知名画家在打鼓冰川 进行为期四天的裁缝活动后 创作的67幅作品 展出作品中 有的以细腻的笔触绘画出冰川的纹理和质感 有的作品则通过大胆的色彩和夸张的固图 展示出冰川的磅礴气势和无尽魅力 因为我们画山水的本来对四川的这种雪山啊 包括人文景观都很关注 所以打个冰川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艺术家一些挖掘 四川的山水尤其是对川西 川西高原雪山高原包括冰川 从里边可以提取很多的这种山水画的元素 这些作品实际上它都具有我们穿西神秘的这种美学的精神在里边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结束 期间还将举办艺术讲座研讨会等相关活动 为广大艺术爱好者和公众提供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 为推动城市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绵羊管理分局 安州管理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收集整理野外红外相机视频的时候 发现了多只野生大熊猫活动的珍贵画面 在拍摄的其中一段视频中 一只成年野生大熊猫好奇地朝着镜头走来 一边打亮一边对着红外相机自拍打卡 此外还拍摄到了不同地段不同个体的野生大熊猫 在森林中悠闲散步的多段视频 四川千佛山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近年来绵羊安州片区采取最严格的人为活动管控措施 人为干预大幅减少 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为适宜的奇迹环境 据2022至2024千佛山大熊猫遗传因子专项调查 安州片区的野生大熊猫由2012年的9只增加到11只 趋于稳步增长趋势 此外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群穿金丝猴组对晒娃的画面 通过视频画面可以看到一群穿金丝猴在山林间活跃 只见数只毛色金黄的母猴蹲坐在草地上沫浴着阳光 怀中呼得露出一个同样有着金色毛发的幼崽身影 仿佛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晒娃大会 在阳光下他们那一身金色的毛发一身灰 幼崽们仅仅依偎在母亲怀里 毛茸茸的小脑袋不时探出 蓝宝石般的脸颊四处打探 好奇地张望着周围的世界 模样十分惹人喜爱 不远处几只幼年金丝猴在树枝间跳跃玩耍 为这温馨的晒娃场景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氛围 随着气温的下降一种宣称 塑形时尚保暖的鲨鱼裤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有人穿着它上班 有人穿着它运动 参加社交活动等等 还有人把它当成秋裤的升级版 那么这种鲨鱼裤真的适合长时间的穿着吗 它对于我们的健康是否会有影响呢 在购物平台上 鲨鱼裤是最近比较火爆的翘翘商品之一 商家宣传鲨鱼裤有非常好的弹力 可以帮助穿着者收腹提臀 有着媒体塑形的效果 而且根据气温变化 选择不同厚度还有保暖的作用 适合于各种场合穿戴 但实际上有一些用户在穿戴鲨鱼裤后 却反映有勒肚子腹痛等不适状况 身体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 鲨鱼裤这个腰部的设计它有些时候非常紧 长期这样穿着的话 对这个消化道是有影响的 比如说引起消化道的不适 或者消化不良等等情况 鲨鱼裤一般比较紧身 对我们的下肢血液循环也是不好的 有一些压迫的作用 甚至会导致局部的肿胀 甚至是加重静脉曲张 医生介绍 与传统紧身裤相比 鲨鱼裤更强调收腹 提臀等塑形效果 所以材质会更紧更硬 长时间穿戴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 以及一些脏气的健康 还会引起一些皮肤病的产生 鲨鱼裤通常是比较紧密的弹力的面料 所以它透析性不好 很容易在局部的汗液沉积 对这个皮肤就有刺激作用 那容易导致皮肤的一些发红 骚痒 会有一些轻微的损伤 容易导致局部出现细菌 真菌的繁殖 导致一些毛脑炎 骨血这些皮肤疾病 从医学角度来说 医生不建议大家长期穿着鲨鱼裤 特别是穿着后有明显的紧肋感 或者皮肤耐收度不高的人群 更应避免穿着这类紧身衣裤 像我们在挑衅的时候 要选择一些尺寸合适的 弹性相对较好的 不要太紧 穿的时间当然不能太长 不能一整天都穿着 尤其是运动之后 我们要及时的更换舒适衣物 那对于鲨鱼裤要定期的清洁 避免细菌的滋生 这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 稍后您将看到 超视力超视力不一样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 总是会不自觉的伸长胳膊 眯起眼睛 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戴了超视力以后 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超视力静扁胶定盆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 全面采集视光数据 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 一对一量身定制 度数更精准佩戴更舒适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一副眼镜全解决 还可以叠加变色 防蓝光 防眩光等功能 近视老花就带超视力 远近一提镜 我自己带了 真的好 才向大家推荐 超视力提供 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一百多家专业定制中心 遍布全国 静电免费眼光 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 视力复查 眼镜保养全免费 近视老花 看冷看镜 只需一副超视力 配景专线400-100-6565 400-100-6565 我是海霞 立东开始补费 补费正当其实 我是朱迅 立东开始补费 补费事半功倍 补费在立东 全民共行动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中医说的对 酒壳会伤肺 只壳不补肺 咳嗽很难退 咳嗽老不好 你要补补肺 肺补好 咳敢跑 气端气喘 要听好 人活一口气 好的是肺有劲 这肺一没劲 感觉就差一口气 气端气喘没个完 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 肺有劲了 好喘气了 平喘道路千万条 记住补肺这一条 这一盒补肺丸 传承六百年 养活鸡牌补肺丸 青春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真心好活力 酒喝润甜脆 润甜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官方饮用水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轰穴不轻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轰穴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轰穴 祝您轰穴清 心脑好 清血八尾片 作为一种治疗高血黏 导致心脑缺鞋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门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烘穴 祝您烘穴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 为了让孩子们 与大自然零距离的接触 感受到秋天 近日在干州安远县的古田村里 来了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他们化身小农夫 在金黄的稻田中上课 做游戏体验秋收的辛苦与喜悦 伴随着音乐节奏 踏着一跃的步伐 孩子们和家长们 在已经收割完的稻田里 嬉戏玩耍 大理事拔河游戏上 家长们双手紧握长绳 憋足了劲往后拉 孩子们也鼓足了劲加油呐喊 随后家长又和孩子们 一起利用波及 将收获的瓜果蔬菜 运回粮仓 在来回运粮的过程中 感受丰收的喜悦 特别高兴今天参加 这样的亲子活动 带着孩子走进大自然 走进稻田 这样特别能增进 与孩子之间的感情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去参加活动 我很开心 我看见黄彩彩的稻田 妈咪婆婆收到骨很辛苦 我要做个真心养食的小朋友 活动结束 孩子们闻着稻田的清香 挽下腰杆 将一颗颗饱满的稻 装进新任平周 并和家长合作 借助多种辅助材料 用编画 撇扎等多种技能 制作出独一无二的稻草人作品 按远台杜小敏 张苏丽报道 时下正值庐山风铃双碗时 庐山各景点的秋意更浓了 庐山植物园 街心公园 如晴湖 处处可见 风铃藏灵尽染 吸引着游客前来赏景拍照 走进庐山植物园 百年骑树园的鸡爪旗 陆续转黄变红 呈现出停车座爱风铃碗 五彩斑斓最染湿的缤纷色彩 而在古岭街心公园 五千多盆厨菊 荷兰菊 乒乓菌菊 五星花 形成大片色泽鲜艳的花海 有颗来自赏菊对市猜谜 万部军海最想匡庐芬芬芳 接入秋冬交替期以来 庐山景区迎来客流增长 一日直七日 庐山核心景区炸鸡客流量 10.41万人 同比增长19.68% 而为了迎接秋冬旅游热潮 庐山景区还推出了门票优惠政策 包括川渝专享门票半价 这晚敏干四省居民门票半价等 优惠活动 庐山台 胡小山 龚智星报道 前段时间上饶万年县千云镇 一名热心的村民 发现路边一直受伤的狼之后 就报警求助 经过专业人员的鉴定 这是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猴面鹰 工作人员将它带回之后 是悉心照料 如今小家伙身体恢复健康 可以回归自然了 眼前这只面部扁平四猴脸 长满绒毛 眼睛深圆 整体看起来呆萌可爱的小家伙 就是被救助的猴面鹰了 瞧他展开翅膀做出的颤抖模式 就知道小家伙恢复得不错 可他刚来那天 状况却不是很好 这个猴面鹰呢 我们接过来的时候 状态非常不好 一只眼睛睁不开 而且就是不会动 所以我们都非常担心 就放在我们中心呢 就是养护一段时间 猴面鹰是中型猛禽 主食鼠类和小型哺乳动物 野食蛇 扒鸟和昆虫 为国家二级导护动物 而经过二十多天的精心喂养照料 这只猴面鹰已具备野外放飞条件 工作人员将猴面鹰带至野外树林放飞 让它重回大自然 为了鼓励市民爱鸟护鸟的意识 林业部门还为这位热心村民颁发了荣誉证书 以此表扬积极救助保护动物的善举 万电台黄景天报道 积南仇判 我帮你办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干问热线曝光台 平乡惊胎区的邓先生反映 美帝世纪新城小区要在1712栋前面建一个水泵房 占用了100多平方的绿化面积 大家也担心使用后会产生噪音 希望重新选职 南昌新建经济开发区的刘女士反映 她是临港花园安置房小区的住户 入住已经四五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现在小区网络都不通 家里的电脑电视都成了摆设 学校要求上网课也上不了 希望尽快通往 秦安急水县的李先生反映 急水县到水南镇是一条百油马路 每天很多货车运输沙子 车厢没有封闭 沙石经常掉落在马路上 灰尘好大 后面的车都没办法行驶 希望有关部门能管管 就将联系区的张先生反映 颐和院公租房小区二七门口的学子路上 机动车道上每天下午四五点 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都摆满了小吃的摊内 交通拥堵行人也不安全 有半年的时间了 日前家住南昌西湖区广润门住宅小区 童心院的李女士反映 小区改造后在楼梯上安装了照明灯 但只开了几天后来就不亮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节目播出后烟筒向社区工作人员回应 是因有人四接电线 城管局把不规范线路剪断 导致楼道灯目前未亮 接下来一方面是通过居民自愿 居民自家门口楼道灯 进入自家电线解决 另外社区也已联系 东湖区公正公司安装电表 规范用电 问着谁使用谁出资的原则 解决楼道灯问题 日线 监安辖江县金江厢新西村的王先生反映 最近两个多月 有人从外面运沙土堆放在村里的空地上 灰尘特别大 节目播出后 金江乡政府工作人员回应 经过现场调查核实 当事人邓某某租赁该地新弹企业 目前正在建厂施工 联合执法人员已要求其停工整改 要求施工时必须按由汕水车 进行防尘处理 同时已对现场进行第三方检测 符合相关规定 接下来到了每天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 您好 各位观众 您的电话现在已经接近了直播间 请问有什么想像我们反映 您好 我是整个镇市居山区龙九哥社区老大乌龙夏龙 148号我姓王 嗯嗯 想像我们反映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这里啊 灰尘特别大 嗯 是什么原因 我反映了一二两兽都没有用 嗯 灰尘大的原因是什么 他是抓抓时间了 抓时间的高了 晚上晚上睡觉睡不着 是有工地施工是不是 要抢抓工期 对对对对 一个抢时间了 嗯 打雾了 嗯 我这里走路都走不着 明天又是坑 明白了 大致了解您所说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吃饭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稍后也会跟您联系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节目呢 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大会